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衣着装扮都极为华丽 只是缺少了些许美感 从照片可知这位贵妇人非富即贵 当时拍摄的场景不知非常简单 构图也很简单 人物姿势都是正经微作 面部表情比较僵硬 1922年12月1日 末代皇帝普一大会 16岁的郭布罗婉容成为清朝史上最后一位皇后 也是最尊贵的女人 宛容自慕容 浩之莲 满洲郑白旗 达沃尔族 不仅容貌专装秀美 清新脱俗 琴其书画所不通 而在贵族中闻名侠儿 堪称宛兴最美的皇后 锦妃是礼部左侍郎长婿的女儿 真妃的亲姐姐 光绪皇帝的妃品 也是清朝有名的胖娘娘 她一生与世无争 亲中后儿福太 清后宫有名的胖娘娘 外号月饼 锦妃的命运跟真妃截然不同 是个有福之人 基隆玉太后死后 她一跃成为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 还替真妃平反了原情 祝其文解密原创文章 未经允许不得转带 图片来源互联网 反权归 蜀作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